那為什麼會悶呢? 其實正常的遺體不會說 進來之後 其實剛才大家都明白 遺體進來之後 它會送回去火化,會送走的 而其實如果那個遺體由殯儀公司 就是他們做完殯儀式送來 其實他們之後再送走是很容易的 因為由殯儀公司去訂火化爐 其實兩個星期之內 他們就可以將遺體接走送去火化 但是因為我們捐贈的遺體裏面 有很多其實是將遺體交給食環署送過來 那我才提過 因為中大一流扶了費 所以他們可能經濟能力不好的 或者真是獨居長者的話 他們會選擇用這個方法 因為一找殯儀公司 我不計算他花多少萬元去做殯儀館儀式 就算他只是在醫院做個簡單小禮堂的儀式送來醫學院 其實都要差不多一萬元 折萬二元左右的 不是那麼多的老人家或者那些捐贈者的家 是負擔到這萬多元的情況下 他們會寧願交給大學 讓大學去負責這筆費用 其實政府是會收回我們的大學錢的 所以我們大學負責給了這個錢 所以其實有很多捐贈者就變成 當他找食環處理 他就免缺了這個費用 但是對大學來說就有一個問題存在 如果公司訂購那塊錢就要兩個禮拜 但如果是要大學去訂購食環處 叫他去帶走個位置就不是兩個禮拜 是要幾個月 甚至乎可能半年才會退到個位置給我們 變成其實 這個是純粹政府的制度問題 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改善 我相信他們都在想辦法的 因為我們反映了 其實我們現在有差不多四十幾個遺體 已經由學生或者醫生 用完那一學習 用完了其實已經可以火化了 這四十幾個 但是就是因為 剛才我提過 這個情形因為要排幾個月 甚至乎更久 所以他就 即留在醫學院的簾房的雪櫃 變成新的進來就不行了 所以其實如果可能那個循環 政府那個速度是快捷一些的話 其實照計百二個位置 應該可以不斷循環 用是不會滿的 只是現在走到這個樽頸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 即我們不是望天打掛 但是我們都唯有希望就是 就是政府部門他們可以 可能在政策上 他可以加快 轉一轉而加快速度去接收 這些遺體 就是這樣 我做器官捐贈之 和無言老師兩者 其實是不可以一起進行的 是嗎? 還是要求我? 就是像那樣一樣 其實可以是捐贈了器官 才捐遺體的 有些情況下 都可能因為捐了器官 而不能捐得遺體 不過就相對少一些 因為捐了器官 無論你捐了幾個大的主要器官都好 其實就未必這個遺體來到醫學院 就交給醫科生做個解剖教學 但是如果例如我們的意向書的表格 是可以剔作為簡標本的製作 如果他剔作為簡標本的話 變成我這個部分 可能拿了幾個器官走 但是如果他是願意做標本的話 學生例如他可能是看頭的標本 或者看手腳的標本 那些部分就不會因為器官捐贈 影響 但是那個影響 只是將來拿的骨灰會少了 因為我已經有一些 做了標本留在醫學院 之後送去火化 可以變回骨灰的地方就少了 甚至乎他連做標本也不想 我想要留全屍去火化拿骨灰 我不想只剩下細細胞的話 其實他不剔作為標本的選項 他如果捐給我們 那就最後只剩下一個選擇了 就是給醫生做手術練習或者研究 因為正如剛才提到 頭和手腳不會因為器官捐贈 動動的情況下 是可以繼續再用的 所以器官捐贈跟我們是沒有衝動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網站 有器官捐贈的icon 是幫他做了宣傳 讓人們順手看遺體捐贈 就連進器官捐贈做了 因為他們也一樣有網上登記的 因為他們也… 很感謝你的朋友 這個問題很好很好 這位 很感謝五先生和偉行的爸爸媽媽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我想問五先生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職業 我喜歡英文 我喜歡英文 embalm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balm是故事有一些油膏 我們處理屍體的時候 embalm是一個很正面的 我覺得是給一些東西出來 是令到那件事是更加 positive 但是防腐 就好像很負面 和那個負治給人一個不太好的聯想 我不知道 其實你這個行業在別的華人的社會裏面 他是不是都是用這個名稱 以考慮我理解 我也不… 如果他轉另一個名稱 就是叫禮儀師 就順手叫上去 因為名字是正面的 但是其實應該不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embalm應該也是一個古字 剛才你已經提過一點 那麼我就… 其實我最初入職的時候 不是叫防腐師的 我叫… 我的職位正式的title 叫防腐園的 那麼… 後來我跟教授說 其實我要出去 有時跟機構一些… 有時那些人說不同的東西 我說 不如你叫我做防腐師 不要叫防腐園 那麼… 就是自己的意見就沒得升職了 那麼… 以來就是… 以來就是好像叫師就厲害一點 那麼… 那麼… 但是沒有的 其實我覺得呢 因為… 其實我… 我喜歡這個名字多一點 因為如果不叫這個名字 可能就是叫… 例如解剖實驗室主任啊… 那些… 那不是叫embalm 就是直接用回他的英文名字 我覺得用這個名字反而令人有一個好奇 就是想知道多一點我做的東西 給我一個位置 我進去說多一點 其實我想他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 其實反過來來說 我很樂意 他也很接受到這個名字 那麼… 嗯… 是有一點點噁心的 就是聽一下那個… 就是… 不是噁心的 就是有些恐怖的 就是當你知道那個防腐 不是做食物 是做遺體的時候 就會覺得更加恐怖的 但是… 也都是因為這樣 令人願意想聽多一點我… 究竟想… 就是我的工作的時候 那我覺得… 是好的 因為… 無論我講無言老師也好 就算我… 就是我以前在教會工作 我都會照顧著我的名字叫防腐師也好 其實令到我容易跟人說 我的工作也都容易說 去分享我的生命 講生命 就容易順便說起 對死亡的體會 那我覺得是… 這個名字是… 很樂意 還有他給了很多機會 我去… 就是去分享我自己 在工作上的一些 對生、對死的體會 那剛才也有一張照片看到 其實我整個櫃那裡 我的書櫃其實… 剛才只有一部分 我家裡的書櫃有兩種書最多 最多其中一種就是藝術設計的書 另一種就是… 關於死亡的書 那我很搞笑 就是我順便笑一下說 我新年的時候 我把我的書房撿開 接著呢… 那些親朋戚友來打麻將 那打麻將… 有一天… 然後打打麻將 有一個人說不對勁 他叫了我來 他… 他說… Puzzle 他說我現在打打麻將才發現 原來我的位置對著的書櫃 全部都是死字 他說有一點不是太老禮 然後我就唯有借一些意義跟他說 因為那些書櫃生死教 他說有很多生字的 也有很多生字 所以我覺得名字是看法 有些人只看到死字 很多在那裡 但是看真點也有很多生字 我覺得這個名字也是 可能有些負面的角度 一看的時候會意會到 但是當說真的一點 其實也有它很正面的一面 多謝醫生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問謝醫生 其實來到我這些年紀 當然都會經過家裡 或者朋友 有親友離開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在香港這個社會是很特別的 有很多地方我們很先進 很開明 但是對於死亡 這件事情的處理 很多時候會令到 再生的人去做這件事的人 是很多的關卡 或者是一種覺得很不人性的處理 就是在自己要接受親友離開的時候 在傷痛之餘 做起事上來有很多很多的不散變 又或者說有很多很模糊很曖昧的地帶 所以我剛才很同意伍先生所說的 就是說其實這個殯儀行業 其實真的是一個服務的行業 從此這個行業的人 一定都要很有心去做 我很高興看到香港有這個生死教育學會的成立 其實我之前我也看了 就是陳曉雷的兩本書 就是《結棺材流眼淚》 是用一個很開放的態度去討論這件事 一直看是有一種很淡然的平靜的 其實我看過一本書 我想問謝醫生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 就是除了生死教育學會去做一些功夫之後 我們可以怎樣去幫忙改善到 譬如說在殯葬行業 或者一般人對於這些事情的處理的看法呢 我們可以在哪些地方去發聲或者怎樣呢 殯葬行業我真的不會說 但是每一個市民每一個朋友 無論你什麼年紀 最好就是當我們有任何的切入點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你電視也好 電視也好 新聞也好 大家都會接觸到 切到那件事的時候 不介意大家坐下幾個朋友討論一下 或者談一下 或者難聽一些發誓一下一起喇喇都可以的 你記不記得有幾個新聞 兩年以前有個內地有個小女兒 被車子難過 就沒有人理會了 你未必是討論人家的道德 你可以討論 哎呀 那個小孩子這麼小 那樣死了 作為家長 看不可以 你用很多這樣的事情大家可以討論 或者把戲也是這樣 好嗎 好好的 實際我認為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用一個特地的一個場合 你會吸引到一些人 是吧 但你不是 你平時說 對於我 一天到一刻都說 生生死死 說到連我的子女 開頭我都說了你的子女 不要介意那些年輕人 我的子女 只是大學生 肯定在做事 那些子女反而是按著你 她不知道我們的 你們不算老 我們都救了我 我們上去的年紀人 實情就不介意說這件事 因為我們在腦海那裡 死亡這件事是真正的會發生的 就不是理念上來的 是心裏面 是會發生的事 但年輕的朋友 那件事只不過是他人之死 我們說 無關我的事 所以我們既然真的發生了 那我們怕什麼談 但是反過來 我們一定有個機會談 你無緣無故或是跟年輕人談 我想想我兒子要罵我 我告訴你 我當日死了之後 我簽了器官捐贈 你不要扯住 不給我 他一定會罵你的 爸爸你沒事 沒有我講這件事 不是 看我一些電視 有一齣電視 叫做7 Pounds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7 Pounds 就是那個人 自己覺得自己做錯了事 所以他要捐了所有器官給 不過他用自殺的模式 哇這齣電視 有多刺激性 你看完這齣電視 又可以跟人聊天 好嗎 新社教育學會 我們做了很多的講座 每次頂籠是怎樣 在中一圖書館 就是二百幾三百人 所以我們現在想 用多些的平台的模式 來做這些事情 那你問我們 我們講了這麼多這些 你看我們的樣子就知道 不像死到好像一個殭屍那樣 你越是肯面對 生生死死死的課題 你越個人生猛的 你覺不覺得 你更加珍惜每一個階段的生命 每一個時間的生命 是吧 很開心的 所以你問我 我今天認識這兩位朋友 我給他們感動 但是同一時間 我今天這樣 我剛才看著這裏 多不好意思 我馬上轉回來這裏 因為這裏的人 可能舉了手 我看不到也不一定 不好意思 你看不看 我那個人就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問題 你這個很好 賓易熱 不要問我 太深厚了 搞到香港搞到現在 我用很多的情況之下 來影響都影響不了 所以既然是這樣 留下一些 他說有殯儀業的親戚 看看他怎麼搞 但是我們自己做多一些 我們自己的圍內 朋友 譬如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你和你的朋友 今天可以傻傻的 聽完這些 什麼防腐師防腐師 又可以去談 好嗎 除了這些好的 好的 知不知道 在很多情況之下 你們作為學生 有爺爺 有外公 有外婆 有外公 有外婆 聽完之後 回去 就說 看了這些事情 聽了這些事情 你看看你老人家怎麼說 一些些人 但是我覺得 開了一個渠道 講開 就自然不怕說 當然不要年初一說 好嗎 一年又一次 不是年初一年初二不說 有兩天不能說 還有這麼多人說 好嗎 有什麼 分享 或者有什麼體驗 或者是回應 或者很想聽一件事 沒有說 好嗎 這位朋友 可以嗎 可以嗎 應該等一等 應該可以的 可以嗎 我這個問題 其實主要是想問 是Mary Mary和子役 你們剛才說 因為遺痕 她出生 但是 十個小時 可能她就離世 你們 是跟兩個女兒 要分享這件事情 要讓兩個很小的 其實他們還是 寶寶的小朋友 去接受這個事情 是有難度 其實我 我自己現在讀 就是友誼教育 我來這個講座之前 都一直其實是 在想著 對於小朋友來說 怎樣去跟他們 分享生死的問題 可能我們在座個位 就是大家都已經成人 我們那個理解能力 還有可能一些經歷 都讓我們對這些 可能有深一些的認識 但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可能真的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同樣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 可能你們 生死教育 學會 都會去 有想想的 我也希望 知道 對於小朋友 可能真的是 零到六歲 零到八歲 這些階段 這些孩子來說 當我們跟他們說起來 可能有青人病故 或者是怎樣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跟他們 分享這樣一件事情 對 正如剛才五三她說過 有沒有見過鬼 很恐怖 其實她說是商業的 就令到我們 其實有時候覺得鬼很恐怖 或者店屍體好像很害怕 其實同樣 我們跟小朋友去說 關於死亡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選擇 不會跟他們說 死亡是很悲己 很害怕 反而我們跟他們說到 其實人有生老病死 就是告訴他們 會有病 會有BB出生 也會有人會離開 會死 也會不跟我們一起生活 其實初頭我們跟大女兒 和小女兒一起說的時候 或者交代多一點 其實有小女兒 她學習說話 是慢一點的 所以其實到 到最後 或者是 我剛生完的那幾個月 她都還會走過來 跑步 寶寶 其實她不太明白 但是大女兒 她三歲多 她有足夠的理解能力 去知道事情正在發生 最初我們跟她說 寶寶 沒有一塊骨 以至她生命出生後 她未必跟我們一起生活 其實首先是要選擇 用小朋友的風格跟她說話 跟她說 不能一起睡覺 不能一起玩 不能一起吃飯 不能去迪士尼樂園 不能探誰的朋友 就是跟她慢慢說 這樣滲入 那另外這天 她借了一些圖書回來 就是小朋友的潰伴 很大伴 那些 那個題目 當然就是特地去選擇 譬如 那個小朋友去面對自己的寵物離世 面對她的爺爺媽媽離世 有這些故事 我們就同樣用這些故事 去跟她分享 然後趁機會又跟她聊一下 其實遲些遺痕寶寶寶 也會有這個情況 其實一陣子還未出生 大女兒都是明白的 問她什麼 她懂得回答 或者別人跟她聊天 問她 她很早知道 很懂事 會回答 一直都覺得 我們盡了我們的能力 一直都跟她聊 其實之後 幫嬰兒出生之後 我們跟回她的情況 反而是跟她的情緒疏度 跟她說嬰兒發生 其實她很印象深刻 我們回到家之後 她其實有一晚 我忘記了一晚還是早上 她突然衝到我們房間 然後很大聲哭 她說她很掛著嬰兒 她很不捨得嬰兒 但其實她是 嬰兒是 當她來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嬰兒已經離開了 但她跟我們說 她很不開心 她很不… 她在那一刻 她問為什麼 為什麼嬰兒不跟我們在一起 為什麼嬰兒要離開 那一刻 我們都沒有選擇 去回答她什麼 只是跟她說 是不是覺得很不開心 你覺得不開心 你哭吧 其實第一次都覺得很不開心 我也沒有刻意在她面前 我想哭的時候 我要走開 我沒有做這件事 我們一起去哭 但我不開心 我會告訴她 我現在很想要找嬰兒 所以我哭 肯定她那個傷心的情緒 這樣 試過幾次之後 其實她 開始都接受到這件事情的發生 她也沒有再那麼傷心 也知道自己的情緒 其實是會傷心的 那你說日後發展如何 我都不知道 我都要拭目以待 究竟事情會怎樣 但是在這裏 我就覺得是 正面跟她說這件事 而明 令到她害怕死 還有留意她的情緒 我覺得是 對於小朋友 去處理小朋友 這麼小的時候 是重要的 我補充一點 對於一個小朋友 她的自親死亡 或者對於一個小朋友 自己患有末期病 而快要死 要幫助這些小朋友 在香港 是有很專業的團體幫的 很出名的 一個叫安家社 是輔導一些 就是假如 假如將來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幫那些小朋友 是哀悼她的自親死亡 好嗎 另外 另外屯門醫院 有一個很好的支援團體 是由一個很好的 臨床心理學中間來做的 所以對於一些 這方面 是比較專門一些的 但是我可以給一個 很重要的資料 就是一定要坦誠 面對好好的溝通 說謊是沒有用的 去了很遠的地方 以前是可以的 以前很遠的路 要寫信或者打電話 現在是不需要的 為甚麼 她說她不懂 比如說 E-mail App可不可以的 我不會用App 老了 總之 你講謊是沒有用的 坦誠 好像剛才說 你解釋給小朋友 什麼叫生生死死 其中就是 用小動物 或者養的花草樹木 你解釋給她聽 但她未必 她明白了 但是那種哀傷 我們說很容易 放在裡面 遲些她慢慢 再出來的時候 不要按住她的父母 讓她表達出來 然後如果覺得 真的影響到她的成長 或者甚麼 就要找專家 小孩子 我這方面不太認識 是那個統計學 根據我們說 大人 大人 的統計學 在一間 癌症科的醫院那裏 癌症科醫院裏 病人過身 大概有三分一的家人 因為哀傷 對於她們來說 是對於她們來說 她們自己 自己會搞定的 甚麼原因 我們不理她 總之是自己 家人自己 互相搞定了 就不需要專業人士幫忙的 好嗎 大概三分一 有三分一 就是可能需要專業人士幫忙 另外三分一 就是一些 可能教會的朋友 或者其他 大家比較認識 生生死死死的 總之就不用擔心 在大人方面 就一定要專業人士 好嗎 這個大概 但是如果 覺得那個人 真是大人的過身之後 現在覺得有問題的話 又可以找安家社 是一個很好的 非牟利團體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未必是這麼絕對 一個例子 甚麼叫做大人 死亡之後 家人好像還未過了骨 要找甚麼呢 就不是太 聽起來 如果是嚇到你們 一會完結之後 再詳細問我 很簡單 一個人 親人過身之後 家人就會哀傷 哀傷得來 那些 家裏的衣櫃的東西 未必會那麼快 扔掉 我們都不贊成 他馬上扔掉 因為他有 有記憶的 有些人 還是很短時間 都拿不去 拿衣服出去 聞聞味 正常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 過了大概 大概 這個時間不是那麼重要 大概一年之後 他仍然吃飯 他放一個位置在那裡 你們不要坐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我老公的 這個位置是他坐的 大概一年早之後 如果都是這樣 而是影響得很厲害的 那就要鼓勵他看醫生 我看過一個最 最 聽到我都害怕的 的例子 就是他出街吃飯 我和他老公一起吃飯 原來他背後背著 他老公的骨灰 這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後來就 有人幫到他 當然 這些很極端的例子 但是大致上來說 多數半年到一年左右 就算是很刺愛的死亡 他都會慢慢慢慢過 小朋友 我沒有這個統計學 對不起 我估計你要去找安家社 問問 但是如果你做這方面 你早點去問他們 看資料 好了 時間關係 如果完了之後 你們有興趣 繼續坐下 你和這三位朋友 聽見的 很大歡迎 完結之前就 我順便說 最後一件事 稍後醫生會再講一講 接下來那幾堂上的課 但是到最後 因為大家可能 有留意這範圖 之前這範圖 其實有一段 主場新聞 我有一位朋友 訪問我 說回 其實葦恬寶寶寶出生這件事 和他父母的一些看法 其實那段新聞 主要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 看到蘋果新聞 其實有很多人都喜歡的 但是其實 看到下面 差不多有幾百個留言 其實都差不多有八成的留言 都是屬於負面的留言 那可能現在的時間關係 我想很難特別說回 其實可能 就是中間有很多事情 可能都是很挑戰的 尤其是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 父母 當他們看回這些文字 其實有一些寫得都很激烈的 有一些都寫得 說話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 很讚賞 有些人可能會 是不斷地踩 不同的事情 那我都會想想 這件事 當發生的時候 對於 我看寶寶來到醫學院 對於 學生 其實 他們有些什麼回應 其實我都會想知道 我都會 因為 我相信學生不會好像 我看他在蘋果留言 那些那麼不好的 那 最後其實我想 學生的反應 其實告訴我 是 寶寶來到雖然他 不是一個 就是可能給學生 直接去做學習的對象 但是其實他 賦予了另一個意義 不論剛才劉丹那段片 他說是一個禮物 首先你們都會認為 一個嬰兒出生 都是家庭給你們一個禮物 我想其實 對於醫學生來講 你願意把嬰兒的遺體 給我們大學 其實都是一份大禮 給我們學校 那份大禮 不是因為他的醫學價值 而是他影響了一些醫學生 對生命的看法 那 剛才可能早一點大家見過 學生是會寫感謝卡的 一張感謝卡 有10個學生寫 那 而 其實我想說 我找一個 我們學生的代表 他們其實寫了一張感謝卡 其實這個感謝卡 平時說 有10個學生寫 而這張感謝卡 是有213個醫科生 他寫了他們簽名和一些感謝的書 平時說 那我覺得 我這裡展示了一點點 其實我想去告訴你 我不敢說我是代表大學 但是 學生 他們想代表 他們有個心意去多謝 偉行 也多謝你父母 其實 你願意去捐嬰兒的遺體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意義 我都交給這位同學去自信 好 還有沒有 沒有 好 照麥先生也說過 接下來還有三堂 大家如果有收到資料 第二堂就是3月5日 就是二星期三 就是死後哀榮 就是聖下國福群會的岑志榮先生 他又說後顧無憂的計劃 很好 他做得這個 那第三堂就是3月19日 就陶國章博士 這間大學的 他很喜歡用剪輯了電影 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在電影之中 怎麼看死亡這回事 第四堂就是這個小弟講的 3月26日 就是 這個題目很簡單 就是理想五子 就很直接來刺激你們 就18歲以上的小朋友 才可以聽的 因為要直接刺激 叫理想五子 現在很多謝各位 好 拜拜